鄭菲芬有說錯嗎 李正浩有說錯嗎 我覺得這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 因為佩文姐是我們尊敬黨內的前輩 像今天講完之後 我們會更尊敬 因為你之前參與的那段 我們都沒參與 但是我覺得兩個層次 第一個就是有沒有換連三點零 這我們真的不知道 那這因為當時佩文姐 她是在黨內 她提出這樣的論述 由當時的人來判定 我們無可置諱 現在判定的人 當時在不在 就是他們可以來說明 這我們不清楚 但是第二個層次是說 因為佩文姐現在 你指控的是說 現在在操作換連三點零 就是說現在 當年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就是您的意思是說 現在有一些人 好像想要複製當年 換連三點零的模式 不是 我是說現在有二點零 換柱二點零 已經早就沒有了 當年曾經有換連三點零 你一直提到當年是不是 我頭腦沒有那麼迷糊 提到當年是不是 對 那就是由當年的那些 因為這部分我們 我們背面太小了 他都沒有 考機會都沒有讓你說明的機會嗎 沒有啊 然後就這樣子寫一個東西 所以昨天記者問我說的時候 你要不要申訴 我說不要啊 沒什麼好申訴 他說你要不要什麼抗議 什麼東西 我說沒有啊 我覺得沒什麼 因為那個黨職對我來說根本沒有沒有對我的工作沒有幫助 我一路走來並沒有靠黨員的身份去辦幹什麼事 來 燕燕智我想請教你跟朱立倫很熟嘛 關系其實還不錯 我們長官 朱立倫二零一六參選的時候在換柱之後 其實排山倒海的圍剿罵他的人 我相信不會比現在罵韓國瑜來得少 那個時候有有開閘過任何人嗎 沒有吧 那個時候我沒有印象 我覺得因為政黨政治就是志同道合在一起 對 那如果說有一些國民黨的人老是打得藍棋反藍棋 我覺得在民進黨也不能接受 像之前民進黨吳子佳 他也是因為常常罵民進黨黨員罵民進黨 所以被開除 對 他沒有被開除 每一個人狀況不一樣 我不是說佩元姐就是這個狀況 那有一些人的確他是打得藍棋反藍棋 更何況就是有一些人他是遭受黨的栽培 以前在黨吃香喝辣的 那現在我覺得人各有志 就是說他要選擇一個離開道路 我們都尊重他 可是以政黨政治來講的話 他可能跟我們黨就漸行漸緣 其實開除可能也是求人得人 我覺得應該 我覺得你根本就講不通 這個所謂的開除 或者你說打得藍棋反藍棋 黨的問題如果出現問題的話 可不可以批評 當然可以批評 我從回國講 蔣經國時代我講話就這個調調 我不是說你 然後從蔣經國李登輝 他現在已經被開除了 你覺得 李登輝沒有人開除我 好不好 我這些大佬都被我修理過 如果 我說你 你那種就是說八股 我不是說你 但是對我來說 我根本不存在 第一個我不是說你 你如果說 你是說換連3.0 你是在講歷史的話 你講一段歷史就被開除 那當然我也支持您去申訴 還不止他說我 沒有 還說他說我以黨內高層人士自居 這個叫做不要連你知道嗎 那這個部分 我會支持 會寫出這種句子的人叫不要連 因為有一次犯局 有一次犯局上 曾永泉問我 對 他說你是用什麼頭銜 什麼名義參加 參加那個 十八全黨人代表大會 他不知道我是什麼頭銜 所以這些國民黨的黨工 根本就是失職 他作為一個秘書長也好 作為一個副秘書長也好 他根本不知道我在黨內做過什麼東西 所以我今天必須把這個翻出來給大家看 你覺得開除你的是國民黨還是國語黨 我覺得根本是 我常常說了一流的領導人用二流的幕僚 二流的領導人用三流的幕僚 三流的領導人用不入流的幕僚 那現在那些人是什麼人 大家社會自由公平 是什麼黨我根本不在乎 我已經講了這個黨的職務 對我一路走來的工作 沒有影響 也沒有差別 也沒有幫助